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道是通向哪里呢 通道是通向Photoshop高手的一条必经之路 你昨天发现听完那些课就真的有这样的感觉 是不是 从通道的理论基础上 从通道的使用方法上 从通道的基本特征上 很多地方扩展出去 我们有从通道的调色 通道的这个 或者是通道的这种派一生的用法 总结出来很多东西 好 我现在只是简单问一下 大家看 大家还有印象吗 说通道最基本是用来干嘛的呀 是用来存储颜色的信息 对不对 那么我们一直在强调一句话 我说它凭什么来常记录存储颜色的信息呢 因为在Photoshop里面通道是八位的 它有二的八次方个颜色 也就是有256个位置 是不是 那么我们拿它这256个位置 也就是从黑到白的这样一个渐变的 这256个空档的位置 我们存储不同的东西 就会产生不同的通道效果 所以拿它来存颜色信息 我们就说它是颜色通道 或者称之为原色通道 对不对 如果我们不拿它来存颜色信息 拿它去存储选择信息 拿这256个去存储选择信息的话 那它就是什么通道 阿尔法通道 对不对 那它就是阿尔法通道 那么黑白两色 完全可以记录选区和非选区 那么中间那些灰调 刚好可以用来记录被语化后的选区 还有印象吧 还有印象 没错 那么等到不拿它记录与选择信息了 我们拿它去控制图层的显示范围的时候 这个时候这个叫什么 这叫图层门板 有人会说 很多人在学photoshop之前会问 这photoshop这个通道和图层门板 是两块比较难的知识 现在我们听到这样的话 它是两块吗 不是吧 我们发现了一个特点 就是原来所谓的图层门板 是一个临时通道 是不是 它既然是一个临时通道 它就具备通道的所有属性 所以我们说 它在这个通道的使用方式里边 只要把它变成这种控制图层的显示范围的一种状态 那它就叫做什么 图层门板 那么图层门板的使用方法是用什么 是用笔刷工具去绘制 是不是 用绘画也修饰工具组里的工具去绘制 那么我们也在做到 讲到这个图层门板的时候 大家强调的一个特点 强调什么的 我说在多数情况下 我们在做设计 或者在做这种工作的时候 我们很少对原始素材进行破坏 是不是 对原始素材进行破坏的最大的坏处 就是你在中途修改的时候很麻烦 而图层门板最大的好处就是说 你不需要 你只需要做一个遮挡 是不是 随时通过黑白两种颜色的调用 把它遮住或者显示 或者甚至通过灰颜色的介绍 让它半透明显示 那么这在图层里边 层和层之间的混合里边 是不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对不对 那么这是我们通过的 那么通过通到的其他一些派生用法 我们还学到一些知识点 学到什么 比如说我们在调色里边 发现有三条命令 都跟原色有关系 是不是 哪三条 调色命令哪三条 色阶 曲线 色相饱和度 我什么重点讲的三条 对不对 但是我们就讲到 其他一些调色方式的时候 也对它起到了很多的作用 那么昨天下午的最后时刻 我把整个通道 整个图像的模式 色彩模式 给大家讲了一遍 那么基本上 跟我第一节课讲的 那个话题对上了 我说每一种模式 对应一种媒介 是不是 大家都一一挂上了 我们开始准备进入 今天的课程之前 我想起一个事 路上想起来 那多数人在听我 Photoshop的课的时候 他们都在第一天 报这个课 听这个课的时候 他们都会觉得 这个Photoshop 没什么厉害的 我想起来 我们当时给 Adobe第一届 给全中国的 那个教师做培训 就是Adobe的 那个ACCI 就教师级别认证 当时大家选不出来 去讲Photoshop的人 就让我去 给Photoshop讲 那是中国 第一次Adobe官方认证老师 但是底下在座的 都是各个 全国各个培训中心 讲Photoshop老师的人 大家记记一堂 然后我去讲那课 我记得我第一次 进那个教师 讲那课的时候 学生的状态 完全不是你们 现在这种听课的状态 所有学生 没有一个做得好的姿势 都是在那躺着坐上 你知道为什么 躺着坐上吗 他们会觉得 我在下面教这么多年 还会有人来教我吗 我就走走行事得了 然后呢 就基本上 那个没有一个好的坐着 极少一个好的坐着 然后我就会去讲 当我把第一节课讲完 就那帮人都坐直一半 不对啊 我听完佛杜笑 好像 好像只知道这个 80%吧 然后就坐起来 等我第二节课再讲完 那帮人坐得更直 好像我只知道50% 等我最后一天讲完之后 原来佛杜笑 是这么大的一个体系 他一个一个都趴在那 老老实实听 那么我说这个话 为什么 今天晚上我反而想起来 我们要拿三天的时间 给大家把这东西讲完 也确实为难你们了 是不是啊 好在好在 你们还有一些 佛杜笑的基础 是不是 但是从这个基础 往这个高手过程 去走的时候 确实需要这样一个 体系的东西去做 你们可以从我第一天的课程 到第二天的课程 到我今天图层的这个知识 再给你们补充进去之后 你们这个体系 就算是完善起来 就算是完善起来 当然你们不会这样 我看到你们基本上没有人躺着坐 如果躺着坐 一定是高手 你看看 有没有 没有吧 那就咱们继续把今天的课程 往下去完善 今天我们讲什么呢 今天我们给大家讲 图层 图层 那么图层里面有很多知识点 大家 我第一节课就在 里面把图层就说出了一个重点 但是我从来没有讲 为什么图层不难 图层不难 大家凭感觉都可以很好地去操控图层 那么我们今天讲图层这部分东西 到底讲什么呢 我们讲图层的混合模式 讲图层的style样式 和图层的一些其他混合和拼接功能 我们大致讲一下 其他的功能太简单 我们都不设计 所以你会发现 我这个课程 太基础的学生来听 并不适合 是不是 有些东西我是基本上不讲 我的目的只有一件事 就是把你们从一个基础水平 直接拔到高级水平 所以太基础的 我就不讲 什么复制图层 扇贴图层 那些都太浪费时间 我们就讲图层的高级混合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层的这个状态 层的这个状态 我们说图层 很多人都已经开始 天天都在喷它 或者在用它了 我们重点给大家讲 图层的哪一部分的东西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图层菜单里边 有一些我们需要给大家 摘出来给大家讲一下的 什么新建啊 这我就再不去讲了 你们自己去搞理就行了 复制啊 删除啊 都没什么可说的 图层属性啊 也没有 那么在图层样式里边 是我们重点要讲的一个话题 在图层样式里面有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到 有些人已经在用了 什么style啊 混合啊 是不是啊 这些东西已经大家都开始在用了 那么这些用的使用的时候 可能有些人觉得很难 有些人觉得不难 这样是在photoshop5.0的时候就有了 至少有五个 什么投影 就前五个 在photoshop5.0就有了 但是那个时候 有的时候 大家觉得虽然很方便 但是想要做出特别复杂的特效来说 基本上不太可能 你做来做去 大家一眼就看出了 这是photoshop做的 因为可选择和可搭配的余地太小了 但是到CS之后 这个功能被扩展了 基本上现在我们可以告诉你 可扩展的结果 通过这些样式 产生的效果是无穷大 是无穷大 为什么 有几块数据的介入 你一看 就会知道为什么是无穷大 但是在做所有东西之前 我们会发现 不管你是做投影也好 做内阴影也好 有一个选项 你是必须去看的 就是混合选项 是不是 有一个选项是必须去看的 比如说 我就是去展开投影也好 在弹出的这个对话框里边 大家看到的第一个选项的值 并不是内投影和投影 而是什么 混合选项默认 是不是 而是混合选项默认 所以你看 你打开这个样式之后 先别急着切下面这个选项 先去切混合选项默认这个属性 我们先从这里边讲起 这里边讲起 一共有三块混合状态 第一种 混合选项 第二种高级混合 第三种 混合颜色带 这三种 层和层之间的基础混合方式 基础混合方式 而且很多人觉得 这个地方可能很难 但是不难 第一种 大家一看就明白 什么叫一看就明白 常规混合 混合模式一展开 是不是都是我们在 画笔里边讲过的 这些混合模式 那么这些混合状态 复杂不复杂 跟那个是不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跟画笔的混合 它跟画笔混合 有什么区别吗 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区别 它是整个图层的混合 那边呢 那边呢 局部 局部 也可以这样去说 但实际上最简单的解释方法是这样的 画笔混合 是你一边画一边混合 是不是 而图层呢 相当于你事先画好了 最后混合 那么这里大家提供什么方式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实际上你在这里动这个常规混合 和你直接把它取消掉 在图层面板里边 做这里的混合 到底一样不一样 一样不一样 完全一样的 所以那里的常规混合 跟这里是完全一样的 没有任何的区别 你在那里做常规混合 和你直接在层上面做这样的混合 没有任何的区别 那么我们原来看过很多效果 就是怎么样做层和层之间的这种叠加 什么变暗 变亮 你看这两个层 两个层的颜色 它会做 它会做这样的混合状态 这相当于是你一边画 一边看 那边是一边画一边看结果 这边是画好了 最后再看结果 是不是这样一个感觉 那么但是你要学会这两个用起来 也很方便 也很方便 什么很方便 昨天我给你们交代了一个案例 说让你们给一个女孩子 那个彩色 那个黑白稿去上颜色 是不是 我在最后 我都还没有去检查那座 但是中途有很多人 给我反馈这样的意见 我老师 我在画的时候 经常会画出去 有没有这样的意见 说我这压干笔也用得不好 手不要用 我经常会画出去 可是我怎么去修这个东西 我经常会画出去 是不是 我虽然让你去画 但是有很多种方式去画 但是你们用的是最基本的方式去画 为什么这么去说呢 你看一看 如果我要给这个东西重新灼一个色 比如说我把它的颜色扔掉 我要给这个海楼重新灼一个色 很多人担心我会不会灼到外边上去 是不是 会灼到外边上去 那我怎么样才能 当然我前提是把它那个合掉 让它没有层这样去做 那我要想 先不许考虑那个问题 我要想上面着色 我当然可以直接用画笔工具 在这里选择画笔工具 然后在这里面挑一个前景色 再在这里选择一个 比如说叫做什么的模式 是不是颜色的模式 往上直接去画呀 是不是 但是这样的话 大家就知道有个特点是 经常会画出去 是不是 是不是会画出去 像这样的话就不太好用 那有什么办法 你瞧 咱们可以不用颜色模式 我在这里 依然把它切回到正常模式去 不要颜色模式 是不是 那我怎么办 我在这新建一个层 有没有看得到 新建图层的结果是什么呢 我在这儿就把它画上去 你说你这画上去 不就抄出去了吗 但是这个层 我可以把它变成什么模式层 道理一样不一样 一样不一样 是不是道理是一样的 它的结果是不是一样 一个是刚开始那边画 一个是这边结束 那我先把它用着颜色 它是不是就上到这儿去了 你说老师这就有问题 你不是画超了吗 可是你现在是一个什么呀 你现在是一个层啊 这个层你想要清除它容易不容易啊 容易不容易啊 是不是很容易啊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建很多这样的层 去叠加它这个效果呀 你是不是就不用担心画超出去了 我故意画超出去 那我现在不需要这样放 我拿遮罩也可以 我拿橡皮擦也可以 我把这儿擦了 你修改性是不是就强了 你原来用画笔是不是不太好修改 多数人们反馈这个意见 是不是用画笔工具 一旦画超了以后 再往回修改就Ctrl-Z 或者就盖的就不好看了 是不是 现在我是不是随时可以修回去 因为它是一个层嘛 你理解了没有 所以画笔的这个混合模式 跟层的这个混合模式是一样的 只不过画笔是一边画一边实现 而层是你先画好 最后再去实现它 是不是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你看那张片子 你可以直接找一张空的图层 把盖填的颜色都填好 直接用一个颜色模式 往那个片段一盖 你着色就完成了 一样的结果 是不是 所以层的混合要会用 要灵活去用它 要灵活去用它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混合模式 也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在图层里的第一种混合选项 叫做常规混合 这个是不是没什么可讲的 我们来看第二个 我们先不看高级混合 我们先来看第三个 叫做混合颜色带混合 颜色带混合 这个颜色带混合 我要是讲完之后 你可能会觉得很神奇 但是我要告诉你 这个颜色带混合 在佛多瑟夫4.0就有了 这可不是新功能 这可不是新功能 这在佛多瑟夫4.0就有了 而且它在混合的时候 效果也是非常出众 我们来看一眼它会出现什么样的混合 我先取消掉 我呢 这有两张照片 一张呢 是一个酒瓶带白色背景的 一张呢 是一个蓝天白熔 我呢 就把这个片子 直接扔到它上面来 关掉 那么现在从旁边的图层条板上 大家很轻易的看得到 是不是两个层啊 是不是啊 上面一层 下面一层 对吧 两个层在上面 那我现在就让这两层进行混合 我虽然可以用 前面讲过的这个效果去混合 但这样的混合 你会发现 有一些可用 有一些不可用 我们现在不用这样的混合状态 而是用 涂层的 混合选项 混合选项 我们展开它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颜色带混合 我们看一下颜色带混合 在颜色带混合里边 首先我们来看 它的混合模式叫做 灰色 灰度之混合 这上面有两个 有一个是本图层 有一个是下一图层 刚才想一下 记忆一下 本图层是哪个图层 我现在在哪个图层操作呢 是不是酒瓶的那个 酒瓶的那个图层 是不是 下一图层是哪个图层 是云彩的那个 是不是 蓝天白熔那个效果 OK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很常见 昨天在调色的时候 经常见到的一个色阶 0到250的色阶 那么一看到这个色阶 大家很熟悉 分别代表图像的 暗部区域 灰部区域和亮部区域 是不是 代表下一图层的 暗部区域 灰部区域和亮部区域 是不是这样 那我们就可以让它通过 这样的方式进行颜色带的混合 那什么样 我让这个的暗部向下混合 或者让这个图层的亮部 向下混合 那我把它缩小一点 给大家看一下 我放在一边 我先把这个片子放到这 给大家能看得清楚的位置 然后呢 我放在这 大家看我的操作 我现在让这个片子的暗部 向下混合 这个片子最暗的地方是什么 是不是这个瓶子啊 深色的地方 都是暗部的色彩信息 只要牵扯到 它的灰度直视的暗部信息里边的 它就会向下混合 所以这个片子就会混合下去 是不是就混合下去了 看到没有 我的这个三角形 是不是在向那边靠 我三角形的 我越向那边靠 它设计的颜色越近 它就向下混合的越多 是不是 越向下混合 那你看 就变成平中云 是这样的感觉 是不是 反过来呢 我要是这边的向下混合 是什么向下混合呀 是不是 亮色向下混合呀 亮色向下混合 是不是这个背景 很容易被退掉去混合的 是不是 除了本图层向下图层混合 还可以干什么 下图层跟上图层混合 这个就比较有意思 下图层最暗的地方 最暗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呀 蓝色 蓝色 所以你瞧 那个蓝色是不是黑的呀 并不是黑的 是不是 但是你就得走很长时间 都没反应 都没反应 到蓝色了 蓝色是不是翻上来了 是不是翻上来了 对不对 那我要是反过来 这边的白色往上翻的话 实际上是什么东西就翻上来了 云彩是不是就翻上来了 你瞧啊 这个效果 我就会把这个云彩这个东西 给它翻上来 看到没有 云彩就会翻上来 那为什么 我是通过颜色带的两个地方去混合 两个颜色带去混合 去做出这样的效果 那我就可以一点点把它渗透出来 哎 你们觉得效果怎么样 好吗 好吗 就说老师 你这还是别混合了 这云都跟狗啃的一样 是不是 那些虚化那种效果一点都没有出现 是不是 压根都没有出现 这怎么叫混合效果 是不是 那到底我要说什么 大家看 虽然看一下 我们再仔细看看 这个三角形很有意思 这个三角形 中间有一个什么 中间有一个分接线 看到了没有 中间有一个分接线 那么这个分接线 你要会用 结果就不一样 这个分接线的特点是 当你按下LT键的时候 可以把它拆开 拆开意味着什么呢 拆开意味着融合 看到这边效果到没有 融差 拆开意味着融差 所以这样的片子 再混合完之后 你会觉得浓淡示意 是不是 它的这种渐变效果 融合效果是非常常用的 就是我们看着它这种效果 所以你瞧 你本来想把这个片子里 这个云彩找出来 你会发现很难找 但是通过颜色带混合 通过拆分三角形的融差值 你可以把这个片子里面 很虚化的一些东西 给它掉上来 可以看得非常的漂亮 是不是 这个颜色在红 这个再不难 这个不是一个很高级的 这在Photoshop 4.6 很少人去用 你们要稍微用一下 OK 分一百葱 GUS GU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